今天晚上的重頭戲 就是國慶焰火秀了 而113年的國慶焰火 是第一次在雲林施放 今天晚上除了看焰火之外 也因為焰火的落雁管制區範圍很大 很多的路口都被封路了 所以現場的狀況到底如何 我們連線記者廖玲萱 好的主播 各位觀眾 剛剛記者帶你們看到了 距離焰火的晚會現場 兩公里遠的市集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張圖片 其實從舞台到市集這邊 我們只能從綠色標記點的出入口 只能走這一條雪浮路 這一條路路程大約是2公里長 步行時間將近20分鐘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一塊紅色標記起來的區域 就是他們的落雁管制區 為了各位民眾的安全 所以這邊其實都是已經進行封路了 那麼這麼路線其實非常的複雜 我們也來聽聽看民眾的看法 莫名其妙就一直告訴我們 你們走這邊也可以到市集 走那邊也可以到市集 沒有一個正確的標示 對 結果走到這裡 結果發現 他告訴我們那裡要安檢 然後連水都不准帶 不准過啦 就是視線歸好畫好的路線 你可以寫 我們不能進 你如果視線告知我那邊不能走 他說這邊要過安檢啦 你們只能走這邊啦 對 我們是平民老百姓 我們繞了一大圈還是冤枉路 動線應該沒有很明確 所以很多就是觀眾都有點搞不清楚方向 對 那只好跟著大家的那個腳步跟路線走 那還好外面有很多的警察他會協助說 可能你們想要到哪一個區塊的話 就往哪一個方向走 那姐姐你們是從市集過來的嗎 不是 不是 我們是從那個交流道那邊溜下來 我們本來是要停在那個P1停車場 可是整個那邊都全部塞住 所以我們也是順著路被擠到外圍 然後去找停車位 好的 那麼其實呢 會場的附近呢 其實都有進行管制 那如果進不來的話 我們也可以在外圍的觀賞區進來觀看這個焰火的施放 那麼第一個點呢 就是這個新虎尾壘球場 為什麼會特別講到這裡呢 就是因為這邊是我們這個 這一次焰火的這個副觀賞區 那麼還有在這個虎心北路的堤防 以及崇德國中 還有虎尾夜市這三個區域呢 其實呢距離我們焰火施放的這個場地呢 其實不算很遠 所以呢 其實民眾如果不想要人擠人的話 也可以選擇到這邊來進行觀看 以上是我們掌位到的現場 最近將時間盡頭交還給台北棚內